宝贝,准备好了吗? 需要我带点什么东西吗? 啊,你不用着急,我一会儿就去接你。 人类,东西。 这哪儿就啊? 哦,去了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? 我来接你了。 谢谢你。 你说今天天气还挺好的。 嗯? 还好吧? 挺好的,不冷不热的。 嗯。 哎,这街道也挺漂亮的,平时怎么没发现呢? 我怎么觉得, 你今天这么紧张啊? 嗯? 没有啊。 你在紧张什么? 前面有个奶茶店,你等着,我去给你买杯奶茶。 你今天,有什么约会计划呀? 也没什么计划,其实,就是想跟你多待待,多逛逛。 就这样啊? 对啊,约会又不像工作,干嘛安排的那么慢。 嗯,也对,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,漫无目的地出来走走了。 我其实,有好好地想过,我真没有什么爱好,好像除了工作,能提起我的兴趣,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 所以说,你的兴趣爱好就是赚钱咯? 不是赚钱啊,是喜欢工作。 对了,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? 我觉得,可能是三年前吧。 啊?你还记得? 其实我最近才想起来的,我们之前就见过。 那个时候呢,我的工作室资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决不到项目。 那次的拍摄,也只是去帮朋友的忙,每天工作室都入不敷出的。 我其实当时就在想,要不要把工作室关了,然后重新换一个工具。 这么严重啊? 但是因为你,遇见了你,让我重新有了希望。 那这么说啊? 我就是你的男人了。 小臭屁。 我说真的啊,因为你的认真呢,让我看到了从前的自己,那个特别敢打敢拼的自己。 反而是自己干了之后,就开始束手束脚。 在你身上,我看到了那个,纯真,无畏的自己。 那就是说嘛,不管怎么说,我在你心中,就是最重要的那个。 我不,我要奖励。 怎么奖励啊? 你猜什么奖励啊? 你猜什么奖励啊? 你又开始打什么歪主意啊? 你说什么主意? 哥哥,嫂子,你俩这么快约会就结束了。 对不起,那天一定解决好的。 哇塞,小臣真好,还会做饭呢。 这,我,当哥哥的不去帮弟弟,好意思吗?你。 唉,来,我的好弟弟,哥哥帮你,好弟弟。 哥哥,你啥也不会啊。 哦,我的好弟弟,你怎么知道哥哥啥也不会啊? 救你成了,救你成了。 哥,我啥也没干啊,是你教我做的菜。 还不错。 哦,谢谢。 嫂子,吃这个。 嗯,小君,你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啊。 哥,你眼睛怎么了? 没事,就是眼睛不舒服。 是不是眼睛里有沙子呀? 来,我跟你吹吹。 我吃你的饭。 来,小君,多吃点。 好,好。 谢谢姐姐。 你怎么了,摆这么大谱啊? 小君,我问你,我管你妈叫什么? 小姨呀,你管我妈呢? 大姨呀。 你怎么了,哥? 失忆了。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,账号。 咱们俩是亲戚关系。 卖童的是你嫂子呀。 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你? 我帮你照顾嫂子。 怎么,兄比气不可气。 我活得好好的,轮得到你照顾吗? 小君,你都这么大了,也不能老是跟着哥,对吧? 你该自己独立去面对社会了。 所以,哥,你是想让我搬出去? 也不是。 可以啊。 给我钱。 什么? 出去租房得要钱呀。 你钱呢? 当初说好的包吃包住。 出去的话,吃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 租房子你总得出一份吧。 你管哥要钱? 那我就只好死皮赖脸的待在这儿。 反正嫂子会同意的。 你。 收了钱赶快租房子去。 不用,哥。 今天晚上我就搬走。 这么快啊。 对啊。 于老师说的是有搬走了。 正好我搬过去。 感谢你啊,哥。 我去。 麦子。 我今天帅了。 你今天好帅啊。 来。 拥抱。 这才对嘛。 世界终于美好起来了。 今晚, 必须来个拳雷打。 先来。 抓住了女人的胃。 还怕抓不住她的心吗?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